在人生的当中难免会碰到一些风浪受到打击 基督徒要如何来看待这些风浪这些打击呢 我们要如何来依靠上帝继续的走人生的道路呢 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我们来聆听一首诗歌 这首诗歌我们都非常的喜欢 这首歌叫我心灵得安宁 要真实能够了解这首诗歌呢 我们必须要知道这首诗歌的作者是 施百福斯塔佛先生 他是一位非常令人羡慕的律师 他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房地产的投资者 并且他也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 他熟悉圣经 他也支持当时非常出名的 Moodie这一位的宣教士 这一位的部导家 他也支持许多教会的工作 在1871年的时候呢 在芝加哥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火 那他所投资的房地产 一夜之间都没了 不过他虽然失去了许多的财产 他帮助了芝加哥重建整个城市 并且用两年的时间帮助了十万多个无家可归的人 两年之后 他们全家非常的疲惫 就决定要到欧洲那边去休息 并且去支持当地的一些宣教工作 妻子跟四个女儿呢 就先上了船 去到欧洲那里 非常不幸的 他们在船上遇到了船难 他的妻子跟他发了个电报 两个字 Saved only 为我生还 他的船到了 他妻子船难的地方呢 他就看着大海 他就非常的难过 非常的难过 后来他回到船底下要睡觉睡不着 圣灵那个时候感动他 安慰他 他在那个时候就写了这首诗歌 我心灵得安宁 人生难免有不如意的事情 人生难免会碰到风浪受到打击 可是基督徒不一样 我们有上帝可以依靠 诗篇四十六篇 第一节这样说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接下来让我们来聆听这首诗歌 我心灵得安宁 我心灵得安宁 优优独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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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放